原動力覺醒記者會 正式開始 今天登場是我們的開場表演 是我們的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同學們組合成的 Cisperies所帶來的精采的演出 掌聲來歡迎 是的 各位可以把我們的雙手借給我們好嗎 原眾民主當中的熱情 激起了我們的活力 同時我們大台中也希望能夠把我們原住民主的精神 還有我們的權益 以及我們這次當中的承接 第十六屆 這是我們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將會在3月23號到3月25號 在台中市熱鬧的登場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下個月的23號到25號 那台中市政府非常有榮幸 承辦了今年度兩年一次的原住民運動會 這是我們城市莫大的榮幸 既然極力爭取 我們一定會辦好 好不好 好 這個記者會一定要來 因為這個是今年度的 第一個 國內第一個舉辦的大型的綜合性運動會 不但能夠搶得頭彩 而且它非常非常有特色 那我相信就像標題一樣 它會激起原住民的活力跟體力 甚至於來鍛鍊體魄 歡迎全國不分主權 我們在那個時候 來看看我們原住民的 麗玲美 歡迎我們的郭世淳 金牌好手 還有我們跨欄的好手陳傑 兩位都是在我們的這個 橘州界當中 在這個我們的金牌的紀錄 以及我們跨欄當中呢 也獲得我們的銀牌的紀錄 到了現場來了 希望大家在自己的項目上 都可以擁有最好的成績 然後拿到最高的榮譽 終於讓我等到 就是在台中來舉辦 因為它是我們在地的選手 對 台中的榮耀喔 那我也是希望說 能夠把這個最好的成績 然後留在台中 這是我們呢 台中市的市長盧秀燕呢 要扛起我們台中市市政的重責大任 因為今天我們陳傑呢 這是在跨欄界當中非常好的好成績 要把原住民的權益 還有原住民族的運動會呢 交放給我們市長 希望可以把它發揚光大 原動力讚